哎,大家好,我是劳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1年8月6号 晚上的10点21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这个嗨币会上线哪些社交软件 社交媒体 那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它的意义何在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首先还是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合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录事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现在我们开始 那最近有很多网友提问说 想知道这个嗨币会上线哪些社交软件 能不能上QQ或者微信 那么我们如果看它的官网 那上面写着 那么从目前来讲 现在有两个社交软件 已经是可以正常使用了 一个叫做Telegram电报群 另外一个叫做WhatsApp 翻译成中文叫瓦刺爱普 这是两个国外用的非常多的 两个聊天软件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几个也会陆陆续续的上线 那么我们看它的白皮书 它是写着嗨频道登录聊天工具 那么现在已经弄好的是电报群和WhatsApp 那么如果上的这个顺序栏 下一个就是脸书的Message 那么再下一个就是LINE LINE应该是属于日本的 但是现在就是在台湾用的比较多 大陆朋友基本上都是用微信 那么台湾朋友基本上都是用LINE 那么再下一个就不了解 那么再往下就是咱们的微信了 所以这个微信也是有计划要上线的 那QQ可能暂时没有 不过有微信就行了 中国大陆谁没有微信呢 所以如果按照它的白皮书的计划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的话 那它就太牛逼了 那我们知道脸书它要出一个天秤币 那么最近改名成Deem 它很牛是因为脸书的这个平台 上面有27亿的用户 对吧 那是很牛的 但是咱们这个嗨币呢 如果按照这个白皮书能够实现的话呢 它就不只是脸书的用户了 脸书的用户毕竟只有27亿 那么全球有60多亿人口 接近70亿 那么如果电报群再加上WhatsApp 再加上微信 再加上LINE 都可以用这个嗨币的话 那么这个嗨币的这个用户呢 将达到全球人口 将近50亿到60亿都在用了 那就比脸书的用户还要多 那所以这个就基本上就垄断世界了 那这个嗨币呢 也会将来会将来会秒杀这个脸书的天秤币 或者是Deem了 因为它能实现这个跨平台的金融服务 包括所有的社交媒体 那这个就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吧 所以咱们这个嗨币的前景是非常的美好 好 那么我们再来做个对比 那么左边这张图呢 是这个Plus的界面 我们看见Plus币呢 下面有八种主流货币 对吧 那当时因为那是比较早了 2019年 那咱们这个嗨币的界面 你看非常的恐怖 你看它是什么 它有两个界面 一个是上面那个是加密货币 包括嗨币 还有比特币啊 泰达币啊等等啊 就跟Plus是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注意看它的下面 下面居然还有法币啊 包括欧元日元英镑美元等等啊 说明它一个手机APP 既包括了加密货币 也包括了法币啊 这个是比Plus厉害的话 Plus在美官网的时候 是只能装载加密货币 它不能装载法币啊 当时也没有法币啊 但是现在呢 很快呢 这个数字货币啊 央行数字货币CBDC就要出来了 所以这个嗨币呢 它是可以兼容数字货币的啊 那我们再看看右边这个 它选择可以一键兑换 这个更牛逼了啊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嗨币这个钱包里 它这个美元啊 可以直接跟比特币直接兑换啊 点一下按钮就可以兑换了 那就说它就不用去交易所了啊 不用去OTC场外交易了 直接在这个软件里面就能实现 另外呢 我估计它法币跟法币的兑换呢 也能在里面实现啊 因为它毕竟有欧元跟日元在里头 很可能也能实现 那么我估计这个法币呢 应该是数字欧元 或者是数字日元 或者是数字银棒啊 将来可以实现 那么它这个一个软件呢 就可以实现 把交易所给干掉 把银行给干掉啊 直接在这个软件里面 就能实现所有的功能啊 那这个是牛逼到头了啊 应该像现在到目前为止 没有哪个软件 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啊 去掉交易所 直接在软件里面 给你进行兑换啊 就是这个加密货币跟法币的兑换 还有法币跟法币的兑换啊 这个是牛逼到头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这个前景是非常的美好啊 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这个用处太大了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好我们举个例子看看啊 当以后的这个世界 就是去美元化的世界的 世界的贸易体系 就不用美元了 那么就会有很多问题 那么什么问题呢 以前用美元的时候 所有的国家的交易 都是用美元来进行 美元是世界交易的一个 默认的一个货币 那么就很方便啊 不管是中国人跟美国人做生意 或者中国人跟日本人做生意 或者日本人跟美国人做生意 都是用美元结算 那就非常的方便 但是问题呢 它是要通过银行 通过Swift的系统 那么效率也高 而且时间有长 而且还容易被美国卡脖子 比如说北朝鲜 还有伊朗啊 禁止用美元啊 所以他就这个做不了生意啊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好 那么现在的世界呢 是一个去美元化的世界啊 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数值货币 比如说中国的商人 那么他就用数字人民币啊 对吧 那美国的商人呢 他用数字美元 对吧 相信很快一两年 可能就会出来 那日本的商人呢 用数字日元 那么现在就是有个问题 每一个货币 都是他的数字形式啊 都是在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链上做成的 比如说中国的数字人民币 那么他可能是借鉴了一些 区块链的技术 有自己的链 可能是一个联盟链啊 他不是一个供链 所以他的那些原代码呢 也不会对外开放 那么你要用数字人民币呢 你只有去这个中国的四大商业银行啊 现在是六大商业银行 或者等他央行发行一个啊 数字货币 数字人民币国际钱包啊 你必须去下载 然后再用啊 那么就很不方便 对吧 那同样美国的商人呢 也只能用数字美元 那这个结算就很不方便 比如说一个中国的商人出口商品到美国 那当然美国商人是会要求用他的数字美元来付款 那这个中国商人呢 那就必须去下载一个数字美元钱包 才能够收这个数字美元嘛 那当然中国的商人可能会跟美国的商人吵架 说我要用人民币来付款 那美国的商人可能说不行 我就必须付你啊 这个数字美元 你不收我就不买你的商品 那中国商人没办法 只能用数字美元的钱包 对吧 好 那么中国占了钱在美国 拿到了一大堆数字美元 那么他要跟日本的商人做生意呢 那如果去美元换以后 日本的商人 他可能也不收美元啊 他说你必须要用我的数字日元 那对吧 那么所以这个中国商人呢 就没办法 只好再去搞一个数字日元钱包 对吧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去跟俄罗斯做生意 或者跟东南亚 比如说泰国做生意 那么这个中国的商人呢 必须还要开通这个数字卢布钱包 还有数字泰铢钱包 对吧 那很不方便 因为现在中国是全世界 10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国 对吧 那所以这个中国商人 如果想跟全世界做生意呢 那就必须要开通几十种数字钱包 甚至上百种数字钱包 因为每一个钱包 对应的是当地这个国家的货币 对吧 所以他这个就极不方便 对吧 那这个中国商人怎么办呢 在说他也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钱 比如说中国商人出口到美国 上来的是数字美元 而跟日本做生意呢 人家需要你用数字日元去付款 那么中国商人收利又没有数字日元 只有数字美元 对吧 那美元跟日元呢 估计也不能够就是兑换 因为他也是在不同的平台上开发的 也不兼容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中国商人可能就不得不求 注意银行系统来兑换数字货币 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人可能要去银行 把数字美元在银行里兑换成数字日元 然后再付款给日本商人 对吧 这样才能跟日本做贸易 对吧 那同样的银行的问题又来了 银行要收个手续费 那么银行的换汇的时间也长 因为银行只有白天上班 周末还不上班 所以时间又拉得很长 而且又费用很高 所以这个是极不划算的一件事情 对吧 那就跟以前是一样的 所以银行呢 你还不能去除它 你还得用银行来对 来换钱 是吧 好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这个亥币就出现了 那么只要这些中国商人 有了个亥币钱包 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这个中国商人 要跟美国商人来做生意 要数字美元的话 那么有几种方式来付款 第一个呢 如果这个美国的商人 也用亥钱包 那么这个中国的商人 可以直接用亥币来付款 对吧 要买多少钱的东西 然后付相应的亥币 因为亥币是有价值的嘛 直接付款给美国的商人 就可以买东西了 对吧 不需要用数字美元 那么如果他不收亥币呢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亥币 钱包里的加密数字货币 比如说比特币 或者以太坊来付款 给美国的商人 对吧 因为美国很多商人 还是收比特币付款的 像这个最近的特斯拉 是吧 这个车也可以用这个 比特币来购买 是吧 这是第二个方案 那么如果美国的商人很固执 既不收太币 也不收数字加密货币 像比特币 以太坊 那怎么办 那就给他数字美元好了 那么这个中国的商人 只需要在这个 亥这个钱包里面 把它兑换成相应国家的数字货币 再发送给对方就好了嘛 当然他这个时候 他需要支付这个汽油费 就跟以太坊一样 那么汽油费呢 就是我们的亥币哈 所以你看这个有了一个亥币钱包 就是这个中国商人就不用去银行了 对吧 和每个国家都能够在这个亥币钱包里面 自由兑换成当地国家的数字货币 然后发给对方 那么就可以跟全世界做生意了哈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在数字时代的这个钱包哈 不光是加密货币 也有CBDC哈 央行数字货币都可以在这个亥币钱包里面来完成 所以这个亥币这个以后的发展前景呢 是非常的看好 那么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一个钱包有这种功能哈 本来咱们的plus钱包呢 也许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呢 因为官网了啊 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 那么现在就可能没有希望了 那个亥币呢 就继承了这个plus钱包的一字哈 来完成这一点哈 因为他你看他的白皮书上就写得很清楚哈 你看他就可以在这个钱包里面自由兑换 然后去做生意了哈 这是非常牛逼的一点哈 所以这个亥币钱包呢 他的项目方呢 以后就基本上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的话 他就相当于是世界央行的行长了哈 在他那里就是全世界的金库哈 所有的世界上的商能要做生意 都必须用亥币钱包来完成 那说这个亥币要值多少钱 你想想 如果全球的贸易都用亥币钱包来结算 来兑换 然后来交易的话 那这个亥币作为一个全球的贸易体系的一个中介啊 就相当于美联储了 你说他这个亥币能不能赚钱啊 所以这个亥币呢 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啊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